家人团聚时刻 喝点小酒 以以情又助兴 所以这一集我要跟大家介绍 烧纣是什么 与其他日本酒相比 究竟有什么差异呢 让我们从语言与历史 原料及风味 粗浅的认识这款佳酿 各位公友大家好 我是公头坚 这一集的内容 我想跟大家来谈谈日本烧纣 之前原本已经上片 也受到许多人的喜爱 但由于内容有些说法不太精准 经过我的烧纣老师的指证 修改之后再度上片 希望各位能够理解 首先我们就要直接 先厘清这个字的念法 很多人会念成烧纣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 就会发现两个字的不同 纣是有纣 但正确应该是有寸 念成纣 其实如果用日语念 是不是就很清楚 跟台语 的发音类似 其实烧纣这个名词 本来就是从古汉语而来 与烧酒同源 韩国也有很有名的 Soju 就来自同样的语言 这样大家应该就很清楚了 其实就是烧酒 现在一般就把它们分别叫做 日本烧纣 或者是韩国烧酒等等 就更容易区分了 我知道这几年喜爱日本酒的人越来越多 特别是我认识许多女性朋友 都热衷去考日本酒的历酒师 Kiki Sake Shi 或者是Sake Sonrye的资格 倒不一定是都那么爱喝酒 而是你可以想象那个情境 如果在生活中或者出国的时候 有机会去吃日本的料理或者居酒屋 就会遇到需要餐酒搭配的情境 而这个时候如果多一点酒类知识 是不是就能增进用餐的乐趣跟话题呢 而对我来说 由于全部日本酒的范围比较大 学问也深 在有限的时间 就只能先取得国际烧纣烧酒师的资格 当然这也和我自己近年来 比较喜欢蒸溜酒的取向有关 本集分享的内容 有许多是来自我准备烧酒师考试的 SSI标准课本 烧酒之机 而如果话说从头 要了解烧纣 首先就要从真溜酒的发明 以及传播路径讲起 你也是孩子的家长吗 为孩子打造安全的玩乐体验 范科士级严选TaiFolk 砖块建筑玩具 搭配无毒水泥 完美还原砌砖的过程 带来一砖一瓦的建造乐趣 让孩子发挥创意 搭建自己的迷你世界 学习空间规划 还可以提升砖助力 对各位注重环保的家长而言 这款玩具的好处是 这些无毒水泥 靠水就能轻松溶解 砖块玩具也能重复使用 减少环境浪费 教导孩子爱护地球的价值观 范科士级独家特卖 您可以更轻松地入手TaiFolk 砖块建筑玩具 给孩子们一个安全 纯朴的玩乐时光 别错过这次绝佳的机会 之前在聊酒鬼巴士那一集 就曾经提到 基本酒类知识 一般的定义就分为 酿造酒和蒸馏酒两大类 而如果你今天走进一家 日本料理店或者居酒屋 会看到很多种类或者名称不同的酒瓶 以前一般都认为说 日本酒就叫做Sake或者清酒 但其实也是有 酿造酒和蒸馏酒的分别 例如在冲绳常常可以看到的炮盛 以及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烧纵 就都是属于蒸馏酒 关于蒸馏酒如何传入日本 主要就有四种说法 而我采用一般公认的途径 就是蒸馏技术 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诞生之后 辗转经由中亚印度 传到云南 再传到东南亚 然后从泰国传到琉球群岛 最后传入日本九州 根据朝鲜王朝十路 或者礼朝十路的记载 1477年琉球就有蒸馏酒的记录 被认为是日本最古老的蒸馏酒 炮盛阿瓦莫里的诞生 好 如果说到日本本土最早关于烧纏的记载 则是西班牙传教士 圣方纪杀物略 Francisco Xaviel 递交的报告中 提到作为饮料有使用米灶的蒸馏酒 而且有很多居酒屋和铝笼提供饮食及住宿 因此可以推定当时的萨摩已经有米烧纣 至少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了 而且在路尔岛县伊佐市的郡山八番神社的一块牌子上 甚至还发现四百多年前的涂鸦文字 写着神社的小气鬼神主 一口烧纣也不让我喝 被认为是现传最古老的烧纣文字记录 是不是很有趣呢 而这座神社也因此被称为烧纣神社 当地政府还宣传说是烧纣发祥之地 看来下次要去这个神社来参拜一下 但如果说到烧纣发祥之地 由于另外一条传播路径 据说是从朝鲜半岛经过对马岛而来 因此跟对马岛很近的伊奇岛 则被认为是麦烧纣发祥之地 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无论如何 现在大家提到薩摩烧纣 通常都会想到玉烧纣 但其实最初还是用谷物作为原料 玉烧纣变为主流 则是要等到18世纪的初期 番薯传入之后的事 而正因为以上的传播路径 以及在地风土 还有适合种植的农作物 等等的条件因素 如果你去到九州 特别是雄本以南的宫崎 洛岛等地 以及更往南的岛屿 几乎都是烧纣的天下 从某个角度来看 可以说它也代表了 九州古代原住民准人 海亚多 票汉的风格 而如果说日本酒是优雅柔顺的 那么烧纣便是强烈豪爽的 这也算是一种既定的印象 当然我也遇过很多人 说他们喝不惯烧纣 因为如果跟日本酒比起来 它的确是入口比较浓烈 而且原料的气味也比较重 但我总是说那是因为 你没有跟我去喝到美妙的烧纣啊 而既然说到原料 或许刚才你也注意到 我说玉烧纣的原料是番薯 是的 因为这里的玉指的并不是芋头 而是薩妻芋 薩摩玉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番薯 而其中更以黄金千冠 这个品种最受到推崇 所以我看过许多玉烧纣 都会强调是以这个品种为原料 当然这里也必须诚实的说 正因为原料这么香土 有些人就会觉得 啊烧纣不过就是地瓜酒啊 似乎有一种南登大雅之堂的感觉 但其实被认可用来做烧纣的原料 多达四五十种 除了前面说到米烧纣 玉烧纣以外 像我个人就稍微偏爱 麦烧纣 荞麦烧纣 或者黑糖烧纣 而市面上偶尔也可以找到 像是紫苏 昆布 芝麻 抹茶 莲藕 菱角 栗子 野枣 甚至牛奶烧纣等等 其特殊的香气 一起喝过的女性朋友 都会觉得惊艳哦 当然为了跟世界上其他的 蒸六酒做区分 他们还详细规定了许多限制 例如威士忌 白兰蒂 兰姆酒 福特加和勤酒的原料或工序 他们都不能使用 否则就不能被称为烧纣 跟单纯以米为原料的日本酒比起来 多样化的原料 也是我认为 烧纣的魅力所在 但好啦 我也承认 要从单一的原料 去喝出不同品种的米之差异 是日本酒最深奥的部分 而这也是我目前 还不敢去挑战 日本酒利酒师的原因 都要特别说明一下 免得被朋友骂 不过说真的 要提到烧纣深奥的部分 就不得不再稍微提到它的 分类标示与蒸六方式的差异 在课本里面有一篇文章 连当地的酒业代表 都写到 烧纣的表记内容 有酒税法 酒类业组合法 公正竞争规约 自主基准 以及其他必表示等等 可以说没有更为复杂难解的事情 坦白说当我准备考试的时候 这个篇章真是读到信心崩盘 但其实对于消费者或者平行者 也不需要记那么多 除了上述的原料之外 你只要再记得两大类 就是连续式蒸六烧纣 以及单式蒸六烧纣 连续式蒸六烧纣的定义是 以连续式蒸六基蒸六 酒精度不到36%的酒 别名甲类烧纣 而单式蒸六烧纣的定义 以非连续式的蒸六基蒸六而成 酒精度低于45度以下的酒 别名乙类烧纣或本格烧纣等 所以如果要用最简单的方式理解 连续式代表蒲银款 酒精度通常也比较低 店家用来做烧纣的high ball 也就是chewhigh 多半就是这种 而单式除了酒精度比较高 也比较保有原料的个性 尤其是后来业者为了让消费者 更容易理解创造出本格烧纣这个名词 也获得官方的认可 表示它是使用骨类 玉类 清酒破 黑糖等等的传统原料 并且遵循骨法酿造 而且蒸六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点一款本格烧纣 店家或许就会认为 哇懂喝 不过尽管法规的定义如此 但我注意到酒标上 其实很少标式 连续式或者单式 仍是以甲类烧纣 或者本格烧纣为主 但或许你会注意到 有一些特别标注 长压蒸六 这是由于 减压蒸六是为了 去除原料的杂味 比较清爽芳香 但如果对于像我这样的大输赢者 选择长压蒸六 加上本格烧纣 才能喝出真正的烧纣本色 但必须说 其实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有时候我自己 也就是想喝 浦银款的连续式烧纣 或像上述提到 各种不同原料风味的 所以并不是绝对 喝得开心就好 而既然说到喝得开心 那烧纣的平饮方式 除了纯饮 还有嘉宾块 On the Lock 或者是动饮 或者是对1比1的水 Tries Up 那冬天也可以对热水 就是Oyu Wari 还可以加苏打水 或者气泡水 做成球嗨 也就是稍皱Highball的意思 这个在日本 是年轻人非常普遍的饮料 其实早年去日本 大家都在喝沙瓦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是Sour的意思 那由于沙瓦普遍酸酸甜甜 上了年纪就不太适合 现在似乎就以威士忌的Highball 或者是稍皱的球嗨 比较受到欢迎 至于我自己最常饮用的方式 还是先存饮品尝原味 然后若是续杯 就加冰块 On the Lock 其实呢 去年我看了韩国名厨的节目 白总园醉话人生 他和韩志明在釜山的滨海小吃店 唱饮韩国烧酒的那一集 哦我觉得拍得很好 而且比较少看韩剧的我 还马上被韩志明圈粉 如果日本也能做这样的节目 向全世界介绍各类型的日本酒 那大家应该就会更容易理解了 我们刚刚讲了历史 原料 分类法 以及拼饮方式 那你喝下去之后 总要发表一些评论 这就要说到 稍皱的香气跟味道了 熟悉日本酒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它可以分成 熏手爽唇 四大类型 而稍皱当然也有四大类型 分别是 flavor character light rich 说起来其中三个类型 是可以对应到日本酒的 熏 爽 醇 至于character 个性型 最简单的标准 就好比说是 遵守 也就是统成 或者是过统 因为一般的稍皱是透明的液体 但如果有颜色 就表示可能是过统 或者是一些被归类为 古酒的酒款 其实当时准备考试 在练习的时候 只要看到有颜色 就先归类到character就对了 但他真正的定义是 香气高 味道复杂 诚实的说 我虽然对蒸馏酒的历史 或者制成 相对有比较多的认识 但你真的要我一喝 就能说出它属于哪一个类型 还是必须经过不断的练习 跟比较才有办法 这绝对不是替自己找喝酒的借口 至于 可能也会有人问到 稍皱搭餐的原则 其实课本里面是写到 首先要判断一款稍皱 是与料理搭配范围十分宽的类型 还是需要精确定位 与其特定料理的相信 这句话实在范围太广 而且它列出来 可以参考的料理 就有洋洋洒洒的八叶之多 但有句话 我觉得很认同 就是很适合跟 香土料理来搭配 举例来说 我曾经在鹿尔岛 与其知名的黑猪肉料理来搭配 那在伊齐岛的海边 则搭配牡蠣 甚至生蠔 都非常的适合 一般建议 是日本酒 适合搭配清爽的口味 而稍咒 则搭配搭配浓烈的风格 这是最基本的印象 提供给大家参考 现在大家对于稍咒 应该都有了基本的概念 当然我知道中间有很多复杂的名词 最后 我还是要从旅行的角度 来跟大家回顾疫情前 一趟去鹿尔岛的行程 所参观过的许多酒场 也让大家在除夕的夜里 有一点旅行的气氛 当初 我帮这个行程所撰写的文案 标题是 酒鬼巴士 鹿尔岛版 冬日里燃烧的小宇宙 定义为一趟 薩摩风土 蒸馏酒与历史的囚道之旅 这是一趟利用团体巴士为交通工具 在团圆巡行日本的各类酒厂酒造 每次以一个县为单位 除了参访酒厂试饮 当然还有当地风土 人文历史的认识 首先我们在鹿尔岛的空港集合 那一出机场呢 对面就是圆渠研究所 当时去的时候我认识还不多 后来才知道创办人 河内元一郎 在担任大厂省的官员的时候 派驻鹿尔岛 从炮肾用的黑麴菌中发现突变 并且培养出河内白麴菌 被称为麴之神 更可以说是改写烧纏历史的伟人 而他退休之后 在洛尔岛创办的河内元一郎商店 有完整的麴菌以及烧纏历史的展示 而且还是啤酒王国捷克的代表处 他有附设一个普拉哈安瓶 更可以喝到当地限定的雾岛高原啤酒 接着参观小镇酿造诸事会社的日志蒸馏厂 厂方不仅派出正媚解说员 细心亲切为我们解说传统的烧纣制作过程 到了麦店中 看到鹿尔岛限定这种文字 大家立刻冻北条 就要马上试喝而且埋起来了 附带一提的小镇酿造 是一家超过百年历史的酒造 传到这一代为了实现阿公当年做威士忌的梦想 在2017年在对面开启了加支柱蒸溜所 我们去的时候除了惊讶于那几乎全新闪亮亮的酒厂 以及可以看着海的平影室 甚至还为了我们这群从台湾来的团体客人 播放中文歌曲 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用心跟热情 但因为威士忌不是本集的主角 就暂且表过不提 隔天上午除了参观另一个Mars威士忌酒厂之外 又去了算是老字号 而且具有全国知名度的薩摩酒造 花渡川蒸溜所名制厂 由于算是老牌的观光工厂 有非常完整而且详细的展示 除了制作骚索的用品之外 更是用许多的模型展示制酒的过程 栩栩如生甚至非常逗趣 提高参观者的兴趣 而类似这样的酒厂通常都会附设餐厅 中午就在花渡川Beat House用餐的时候 店家就摆上这一排稍皱 我还进一步确认 原来这几瓶真的是可以随便拟合 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而冰田酒造的薩摩金山厂 更是非常有特色的将矿坑当作酒窖 访客必须搭乘矿车到地底下去参观 更是让我们学习到日本观光工厂的经营方式 而晚餐除了在指数的美术馆薩摩传承馆当中 享用西式的餐点搭配葡萄酒之外 回到位于洛岛市区的饭店 旁边就是夜市一般的乌台村 原本就是为了推广烧皱而开市 当然更可以自费尽情的尝试 同时也去参观了西乡隆盛相关的城山公园 并且在城山精亮啤酒厂用午餐 如果要说可惜的就是那次行程集中在薩摩半岛 后来我对烧皱有了更多的认识才知道很有名的 都在大鱼半岛这边 看来光是一次真的无法走完 更何况越过山 宫崎县也是非常精彩的烧皱产地 其实不光是洛岛跟宫崎 整个九州包括前面提到的 麦烧皱发祥之地伊奇岛 岛上就有七座酒厂 更被我称为日本烧皱的爱雷岛 都是非常值得造访的 也把这些旅游讯息分享给大家 特别要说明的是 目前酒鬼巴士尚未有出团计划 将来若有要再启动 一定也会在我的粉专跟这个频道来告知大家 今天这一集可以说是我以一个 新手烧皱厉酒师的身份 向各位简单介绍日本烧酒 也就是烧皱的身世 希望能让更多人爱上他 可惜的就是目前烧皱在台湾 一般便利商店还是很难买到 必须到某一些大卖场或者特色超市 或者酒类的专卖店才可以入手 期望未来有更多人喜爱的时候 就可以更常发现他的生意 而前面提到冲绳的炮胜 虽然也属于烧酒 但是被归类为独立特色的酒类 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直接前往冲绳 边喝边讲更有感觉 好的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公投间观点的时事跟旅游话题 我们下次见